教会你生活的除了你心里的想要 还有你回忆里的拒绝 浪漫主义的极致是与自己和解 我第一次听说大众马这个名字 是源于他们父子之间的故事 大致情节是这样的 小众马最初投稿经常被拒 大众马劝他 今后在投稿时亮出自己的身份 小众马不愿意顶着父亲的光环 依旧坚持使用与姓氏并无关联的笔名投稿 直到小说《茶花女》受到广泛关注 编辑从邮寄地址上发现了玄机 小众马和大众马的父子关系才不再是秘密 后来大众马称自己最成功的作品 是自己的儿子小众马 他甚至还在临死前说过这样的话 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 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 我闭着眼睛写作 我的儿子睁着眼睛写作 我绘画 他照相 这既是真心的赞叹 也是负责二人创作风格差异的绝妙概括 一为浪漫主义 一为现实主义 两种风格从文学意义上说 并没有优劣之分 从社会意义上说 可以认为是一种进步 可见 无论是作为文学大家 还是作为一名父亲 大众马并不因为创作热情高涨 既以精湛 受人尊敬 就鞠躬自傲 反而能做到低姿态 平和处事 怪不得于果说 他就像夏天的雷震雨那样爽快 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他是浓云 是雷鸣 是闪电 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像大汉的甘霖那般 温和 为人宽厚 因此 尽管大众马生活在富庶的家庭 可他性格中的热烈奔放 爱开玩笑的特质 却使其极具亲和力 这也为他深入民间 搜集素材 铺平了道路 各种奇闻异事 在耳腕目睹中被悄悄捡起 在交流和碰撞中慢慢演变 直到某一天被他写进故事 再一次焕发生机和活力 作为大众马的代表作之一 《基督山伯爵》这本书 原本的雏形 就是一个听来的故事 脱胎于一位鞋匠复仇的真实经历 通过取材加工和合理想象 大众马把它写得充满活力 高尔基曾经评价说 这是令人精神焕发的读物 可见这部作品的确值得一读 作品主要讲述年轻有为的船员唐泰斯 因受船主赏识 即将出任船长 然而他不幸得罪小人 在与未婚妻的订婚宴上 被带走入狱 在狱中度过了十几年 好在在即将绝望之际 他遇到了狱有神福法利亚 神福法利亚告诉了他一个 关于基督山的秘密 从狱中逃脱以后 唐泰斯辗转到达基督山 找到宝物 后改名基督山伯爵 昔日那些与他有交集的人 获得到报偿 或受到惩罚 而他自己 最终也获得了新的领悟 脱胎换骨 这本书最早传入国内时 书名叫《基督山恩仇记》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 篇幅最多的内容 的确是主人公唐泰斯 从狱中逃脱后 借助基督山的宝藏 得以报恩复仇 然而 书中多次强调 改名后的唐泰斯 也就是基督山伯爵 是借助他人之手 以天主的名义称恶阳善 再加上最后一章 把主题升化到死亡 生命和幸福真谛的层面 因此 基督山伯爵这个名字 显然更切体 说到这儿 你一定很好奇 主人公唐泰斯 为什么改名叫基督山伯爵 他为什么会入狱 又是怎样逃出来的 他是怎么到的基督山 怎么取得的宝藏 基督山到底有多少财宝 他的恩人和仇人 分别有哪些不同的经历 他自己又经历了 怎样的痛苦和挣扎 最终得到了一番领悟呢 这一系列的问题 你都会在接下来几天的 共读当中找到答案 下一周 305读书将会带领大家 逐步探索 从以下七个部分 一点一点 解锁基督山伯爵 蜕变的秘密 第一部分 转脚遇到你 第二部分 机会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第三部分 有恩不报 非君子 第四部分 人生若止如初见 第五部分 多行不义 必遭祸断 第六部分 任何事都要留有余地 第七部分 挥别往事 实现自我救赎 以上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概括 书中的故事 说到底都是源于贪欲 陷害主人公的人 要么寄予他的身份地位 想要取而代之 要么嫉妒他的美好爱情 时时刻刻想着 怎样让美人移情 要么出于一己私利 为达目的 不惜把别人踩在脚下 做自己的铺路时 说到底 都是身外之物的趋势 而主人公唐太斯的复仇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是替自己讨个说法 为多年来成熟的苦难 找一个发泄口 过程当中 几经周折 他的财富在增长 知识阅历 也在不断丰富 当他终于完成了 对过去仇人的复仇以后 似乎结局和希望中不一样 这种不同 主要源于 他的心态的变化 他发现 复仇带来的快感 没有让他真正快乐起来 他必须要放下包袱 和自己和解 才能发自内心的快乐 于是 这本书的最后 基督山伯爵告诉我们 人类的全部智慧 包含在五个字里面 等待和希望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却也是最符合 浪漫主义风格的结尾 愿我们都能与自己和解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 浪漫主义 人生从头到尾 最能够始终陪伴自己的 只有自己 所以 你的所谓的不甘和遗憾 甚至是复仇 你的感恩和爱 甚至放纵 最终遭遇的 都是自己 跟自己和解 天空 就是湛蓝色的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和我们共读这本 基督山伯爵 我是超羽 明天见 我先请不吝点赞 订阅 And often when I'm writing in my hands, Dad's there too If I sing, you are the music If I fly, you're why I'm good If my hands can find some magic You're the one who said they could When the child who's still inside me Finds a song in empty air When there is joy in making music It is you who put it there My dad grew old His hands grew numb And now he cannot play I came to visit He sat and asked me How could it be this way I couldn't find an answer I played this tune for him instead My father sat there smiling For he knew what it said If I sing, you are the music If I love, you taught me how Every day your heart is beating In the man that I am now If my ears are tuned to wonder If when I reach the chords are there If there is joy in making music It's a joy that we both share I never told you It took time till I could see That if I sing You are the music And you always sing In me Yes You always live You always live In me Economy As you are the music I am You always love You always love You are the music You are the music I don't even love You are the music You are the musi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